大家好,我是小橙子 今天的午餐 做了两个虾饭菜 一个小炒牛肉 还有一个是豆豉鲤鱼炒油麦菜 首先来做午餐之前开一个西瓜吧 听到这碰碰碰的声音 就知道又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瓜 感觉今年的西瓜好像都品质挺好的 你看切出来 红通通的 就一人一半 然后直接用勺子这样咬着吃 这样是最好吃的 最中间这一块应该是最甜的 现在准备午餐 就切好的牛肉 放一点生抽和料酒稍微腌制一下 然后用这个豆豉鲤鱼罐头炒油麦菜 先来炒牛肉 油热的话放姜和蒜 然后包香一下 放了一点螺丝椒 还有一些小米辣也给炒香 现在是开大火直接炒的 给压一压 压一压的话它炒出来就没那么辣 一细了油它就会更好吃 然后再放上一点点的油 我就直接在这旁边炒的牛肉了 如果你喜欢先炒牛肉盛出来 然后再炒辣椒 最后这样子一起炒的话也可以 不用炒太久 稍微炒个几十秒的话 等到牛肉熟了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牛肉切得很薄 所以的话很快就炒熟了 小炒牛肉好了 然后来炒第二个菜 豆豉鲤鲤鱼炒油麦菜 这个是小哥哥前几天说想吃的菜 然后我们刚好去灌超市 看到了这个鲤鱼罐头了 这个是我在广东的时候 在饭店吃的一道菜 当时觉得还可以这样的 把这个鱼罐头和青菜一起炒 味道的话是很不错的 它先把它全部炒香之后 然后再和油麦菜一起炒 这个鱼的口感是那种酥酥的 基本上骨头的话 它都是那种酥酥的 口感的话就是这种焦焦的香香的 然后和油麦菜一起炒一下 放盐的话就只用放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这个罐头的话 它本身是有一点点咸味的 全部翻炒熟之后就可以了 两个下饭的菜 昨天的花生米还有一些 就一起给吃个午餐了 私下饭 就是 需要